超高人氣的馬來莫 入侵堅實薰草森林 你看 萊姆耶 欸 萊姆耶 黑白色調 簡單線條 邪逆著眼睛 憨厚的模樣融化遊客的心 一隻隻萌翻的馬來莫 還躲在森林中 與遊客玩起躲貓貓 在傘裡出現還滿酷的 覺得畫得很Q 哇 就是很可愛啊 就整個心情都放鬆了 五彩繽紛的房屋 小精靈就住在裡頭 七彩的鉛筆進入旅行足跡 穿著紫色服裝的花仙子 傳達旅行最終目的 還是家的歸屬 這些超可愛的大型公共藝術 是薰草今年推出的 旅人的夢中森林無牆藝術展 邀請了蕭青陽 當我們的創意總監 那蕭青陽就找了他幾個好朋友 有凱西 班文山跟馬來莫 那他重新去定義旅行這個意義 不管是感動的還是開心的 他可以分享出去 分享給自己好朋友 或分享給自己 不只藝術展吸引人潮 明信片 紙膠帶 手工香皂 馬來莫造型的周邊商品 也是超吸睛 而寫好的明信片 直接投入馬來莫公仔信箱 旁邊還有一隻灰色的馬來莫Baby 讓萌生物替你傳達 旅人的夢中森林無牆藝術展 將持續到明年的6月30號 快來趟旅遊替自己留下美好回憶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